大家好 我是Kyoko 那麼快就來到第二星期的尾聲 我們已經溫了大概20個文型 今天會繼續溫多兩個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這個 切る 切れる 或切れない 前面是Mouse 型 You Must 跟切る 切れる 或切れない 它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表示完 表示某個動作已經完成 例如這裡的例子 この小説はアメリにおもしろくて てつやして読みきった 這本小説實在太有意思了 所以切夜就讀完了 如果後面是跟這個切れる的話 大家記得這個第四段 其實就是一個可能型 所以它表示能夠完成 有這個能力 如果是ない的話 就是不能夠完成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說明 就是它也有十分的 非常的意思 表示沒有種狀態去到極限 例如這裡的例子 就是彼のことを信じきています 我非常相信它 即是十分滿分的話 就要十分相信它 然後下一個就是 就是くせに 大家在看日劇的時候 常常都會聽不到 最少都是它 這樣的感覺 這個文化前面是 跟動詞的普通形 或者い的形容詞 な的形容詞 和名詞 就有這個逆接的意思 就是明明 但是它就這樣說 大家下面也看到 就是指責 抱怨 或者一些不滿意的語氣 要留意 用法有限制 它的主語必須要是人 以及句子前後 都要是同一個主語 例如我們看第一句的例子 這裏提到丈夫 這裏提到丈夫 夫妻は一日ずっと家にいたくせに 掃除も洗濯も全くやっていなかった 就是丈夫明明一天都在家 但完全沒有幫忙打掃和洗衣服 這裏有抱怨 為何老公那麼衰的感覺 以上就是今天溫的兩個文型 大家可以趁著週末 再重溫這兩個星期學的22個文型 我們下星期一繼續留意 如果你想溫三字卡 記得追蹤我的IG 然後日本的資訊 我會在Facebook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